他们枪不离身,刀不离腰 他们用镰刀剔头,用竹框捉鱼 他们山坡上定居 他们纠牵下定情 巴刹部落的枪手 左边中国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我们知道枪支在中国是受到公安部门严格管控的物品 可是在贵州省一个叫做巴刹的苗族村寨里头 每个成年男子都会配一支枪 他们是枪不离手刀不离腰 因此呢,他们又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枪手部落 那么这个枪手部落究竟会是怎样的一个村寨 配枪的风俗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今天就跟我们一起走进巴刹 苗族村寨巴刹 位于贵州省前东南州丛江县 距离县城只有7.5公里 巴刹为当地动作语言的发音 是五个自然寨的组称 以为草木繁盛的地方 苗寨虽历经现代文明的冲击 却仍然保持着千年以前的民族传统 吸引着各地游客到这里参观 巴刹人用鸣枪的方式迎接客人 源自这里的特殊民所 当地能够默许巴刹人持有枪支 也是出于尊重巴刹男人 传承千年的古老习俗三剑宝 第一个是头上这个话剂 头上这个话剂那么就是我们 这个话剂是我们古老流的下的一个是一剑宝 是主要的一剑宝 那么第一个二剑宝呢那么就是这个枪 这是第二剑 第二剑 那第三剑宝 第三剑宝呢那么就是腰刀 滚鸠丢是巴刹的一位债老 由于他的技法娴熟 所以经常为到访的游客 展示用镰刀剃头的绝火 儿子滚拉鸠是表演队的队长 负责表演苗族传统的卢生舞 以及向游客讲解使用火枪的注意事项 拉鸠的儿子叫云拉 尽管他现在只有六岁 但是拉鸠已经为儿子日后的成年礼准备了短枪 因为在巴刹苗寨 枪就是男人的标志和象征 一个男人所以他没有带枪 没有本事带枪的情况 那证明这个人呢 也比他的价值比较低一些了 制造一杆火枪 其实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但是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枪柄 可要废一番周折了 倘若再将枪柄大磨光滑 那就需要更多的时间 这个就是想说那个枝 这一节就是树根了 树根和树枝的连接的这个地方 对吧 那这个地方很难找吧 在坡上难得有弯的这个地方吗 它一般都直的 有些弯也弯不好 你拿个枝来自己搞了弯 它不仅的一碰到底下 它都不断了 所以说这个我们 我刚才找没有找到连接的地方 这种自制的火枪 当地俗称土枪 它不能发射子弹 需要直接从枪筒灌入火药 而火药也是受到管控的物品 那么居住在深山密林的巴沙人 又是从哪里得到火药的呢 跟随债老父子的脚步 我们来到附近的山上 寻找一种叫做五辈子的树 就是这个 这叫什么 这个五辈子树 五辈子树 就是砍了个树 债老指挥儿子拉丘 看下一段五辈子的树枝 随后熟练地将树皮剔除 我们感到疑惑 这样一段去了皮的树枝 会跟火药有什么关系 这时 债老带着我们 又来到了一幢老宅 他说 老宅地基的石头上 会有配置火药的重要原料 哪个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了 就是这个了 你看 一刮起来 脱了一层一层的 就是这个了 这拿手一碰它就掉了 对了 可是这块 为什么这个石头上有 旁边那个石头上 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东西 它这要一个地方 比较很肥 有肥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些猪 牛经常窝尿下这个地方来 它这个肥 它这有点污染的东西 它就肥 那它们就是长了 这个东西 返回在老家里 我们首先对 从石头上刮下来的 白色金状物 做了可燃性试验 又将削过皮的树枝 砍成小段 烘干 燃烧 把所有材料 按照一定比例 加以混合 火药的配置工作 就完成了 这个过程 别说我们 就连拉丘 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 债老特别叮嘱 最后将这些材料 冲碎的过程 是必须要在室外进行的 在您冲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有可能燃烧 或者叫爆炸吗 木杰 是 这个一般你 这个对冲的 都是木头的 不可能爆炸 如果这个一般是铁的 或者底下的 这个是暗示的 那么就是百分之百的爆炸 百分之百爆炸 百分之百 这也就是刚才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屋里 用那个铁碗来弄 是吧 对 不可以 不可以 十分钟之后 所有的材料 都变成了细碎的粉末 混合在一起 这就是巴刹土枪 使用的火药了 在正式装枪使用之前 我们首先对火药 做了一个小测试 没有危险吧 没有危险 肯定没有危险 没有危险 你不要害怕 哎呦 你看 哦 盐还是很大的 其实刚才这个 已经减亮了 是吧 对 为了防止自然 巴刹男人将火药 装入用牛角制成的容器 将铁砂粒 装进一个活路 与火枪一起随身携带 这也成了巴刹男人的 又一件标志性事物 寨老带我们穿过苗寨 寻找一个 可以安全使用火枪的地方 一路所见 巴刹的民居 全部是木质 甘蓝式建筑 这里的房屋 通常建在斜坡地段 一半傍山 一半吊脚 大大的人字形屋顶 小小的几扇窗 地板高丽地面 日本的衣室神工正殿 建筑风格与巴刹 有很多相同之处 所以近年来 引得许多日本客人 前来寻踪溯源 在一片稻田附近 摘老用水底的泥板 制作了三个 可用来射击的靶子 靶心就是一片树叶 从这个地方 往这个靶子上打 对 大概有二十米吧 有了吧 有二十米吧 它那个泥土的就是 等于是好像那个靶 那么样子 如果你打对那个叶子 那么等于打对十块 把适量的火药 从枪筒灌入 充实 再放入铁砂粒 并且用一小块保纸片 将铁砂粒固定在底部 我们正专心看着 债老完成这一系列工序 却没想到 他突然打出了第一枪 你瞄准哪个 中间的哪个 中间 我没想到你这么快 你就放枪了 我完全没有 没有准备 我以为你还在准备教我 这个怎么 这个枪已经发上去了 债老和拉丘分别做了示范之后 为了保证安全 又对即将进行体验的记者 做了重点的讲解 你也不要这么打 这么打的 如果这个枪有后力退点 那么就退到你的嘴 后者的对你要打到自己了 你打 回来这么打的 它这个鱼嘴 一响起来 也好要的 喷出来对你的眼睛 它还会喷出来 喷出来 对你的眼睛 你要这么打 你要这么打 哦对了 该闭哪只眼睛了没有 我该闭 我不知道我该闭哪只眼睛 你闭哪只眼睛 闭左眼睛 闭左眼睛 你扣了 你瞄得慢点 扣打不准 慢一点打不准 慢打不准 慢了你就怕了 你别看了 走的 打 这还不错 可以可以可以 你打一般到九环左右啊 九环 好像一个兔子 在这个地方也跑不了了 管子是打得掉的 是吧 小鸟是 一个小鸟 那你再小也想搞不到 哈哈哈哈 好 辣椒打得更靠近中心是吗 辣椒打得对十环 哦 重了两颗 哦 重两颗 重了两颗 哦 这个小树叶上 重了两颗 嗯 那么等于 重这一颗呢 对它的翅膀嘛 那中间这一颗 它肯定死了 这个致命了哈 对了 打中间了 打这个中间了 大家看到这种 自制土枪的威力了吧 装到枪筒里的 其实也就是 半个绿豆大小的铁砂粒 但是呢 打在我们制作的 那个泥把子上 却是苹果大小的一个窟窿 那么巴沙人 为什么会离不开枪呢 据说啊 在过去 那个地方是 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 常有猛兽和盗匪出没 于是呢 村民们就自制火枪 还有其他的武器 看家护债 因此呢 还产生了一种 比较特别的哨所 用浸过水的稻草 拧成一根上百米的绳子 这是巴沙人 为荡鞦韆 而专门制作的绳索 我们实在想不通 那么容易被折断的稻草 怎么会变身成结实的绳索 用这个水道搓这个绳子 会结实吗 这个水道一根的话 好像很容易就断了 多干了就没事了 您要这样转一下 那就没问题了 是吗 对 我试试 您可以用两三根来 如果把它拧起来的话 对 拧起来 它就会结实是吗 对 那就是说这根绳子的话 最后斤住两个人 会有问题吗 这个应该三百件 四百件没问题的 四个人都没问题的 因为过去巴沙常有盗匪入侵 为了安全防范 寨子里的年轻人会持枪 轮流在手脑坡 站岗放哨 在荡秋千的同时 既可以很好地观察 外来者的情况 也可以借此让入侵者误以为 这里的人会飞 从而下退倒飞 我们也想尝试着 踏上绳索 瞭望远方 没想到 险心摔倒在起点上 我喜欢左掌 左掌可以可以 太滑了 现在两只手 要握点这个绳子 对 来吧 好好好 我这个看得是挺远的 怎么样开门了吗 要不要再当高一点 我已经到极限了 后来这项活动 因为有了女孩子的参与 久而久之 演变成了如今浪漫的 纠千情人节 尽管巴沙男子人人有枪 但是他们自身对枪支的管理 十分严格 多年来从未发生过一起治安事件 而历史上巴沙人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 一直沿用至今 水牛看似文顺 但是当两头供水牛相遇时 就一定会一举高下 债老告诉我们 这就是巴沙人从前解决一些所谓的难题 纠纷时所采取的方法 大家信守承诺 愿赌服输 如今 斗牛已经演变成了远近村寨 备受欢迎的娱乐活动 巴沙男子头顶上的发脊 被称作护棍 巴沙人认为 这个发脊是连接祖先 吃油灵魂的命脉 也是财富与权威的象征 所以巴沙男人从小到大 都是这种发型 这一天拉丘要给儿子云拉剃头 这是巴沙父子之间寻常可见的事情 只是我们未曾想到 理发的工具竟然是一把割草的镰刀 也许是对拉丘的剃头技术还不放心 债老一直陪在旁边观察指导 用镰刀剃头有没有危险 那也肯定有危险 那也有一点的技术 要不然夸了一层皮了 用不得了 现在您小的时候是谁来给你剃头呢 是我爸爸 你的爸爸 所以这个手艺你是掌握得很娴熟的 我有直过放一百个心了 最终摘老还是忍不住替换了儿子 亲自上手 的确对于这门手艺拉丘还远不及父亲 巴沙男孩年满十五周岁的时候 其父母会邀请寨子里一位德高望重的债老 为他举行成人礼 在成人礼上完成同样的发型之后 这个巴沙男孩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火僵了 债老还向我们介绍说 巴沙的男孩子在完成成人礼之后 都要去水里捉鱼 谁捉的鱼越多 就预示着谁将来的本事越大 所以巴沙的男孩子从小就会练习捉鱼 成年的巴沙男人 各个都是捕鱼的高手 并且还由此创造出了一些捕鱼的工具 您看图片里头 这个债老和拉丘挑着的 都是自制的捕鱼工具 那么这些工具又是如何使用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巴沙人的传统生活技能 都是来自于父子之间 母女之间的守口相传 巴沙的女孩子从六七岁开始 跟母亲学习绣花 十五六岁便可为全家人缝制衣服 相比较而言 巴沙的男人则需要学习更多的本领 建房 耕种 捕猎等等 在债老家里 我们看到了很多用竹条编制 或者木料打制的生活器具 就是这个呢 就是换油 换油 我们一般上火加 干活 就是把饭包拢在一头 拌菜 它里面装饭的 装饭的 像这些手工制作的这些东西 都是您家里做的吗 这都是我爸爸做的 因为对捉鱼比较感兴趣 所以债老从父亲那里 学习了用竹条编制捕鱼工具的办理 这个造型像水壶的器具 就是专门用来捉泥鳅 捉小鱼的工具 带上这些自制的捕鱼工具 我们出发 去到山上的稻田里 试试运气 巴刹四处环山 没有一块较大的平地 苗寨先祖们 历经千百年的开垦 才在山石陡坡之间 为后代留下这一块块 泪以生存的田地 因为这些稻田常年蓄水 所以稻田里 渐渐有了泥鳅鲤鱼等物种 尽管现在已经到了四月份 但是我觉得这个水里的温度 还是让我觉得有点冰冷 这让我想到 为什么在贵州地区 人们非常喜欢吃辣 因为只有这样辣椒 这种刺激才能把冰冷的水里 给人们带来这种寒气潮气 驱除掉 以保证人们的健康 在寨老的指导下 我们选定位置 用水底的泥巴 筑起一道泥墙 只留下一个逐转大小的缺口 用什么把它塞住 就是把这个稻草的吧 这就可以 对对对 少不少 把它洗一下 洗一下 对对对 把它弄 塞住 都塞住 塞住 塞住 塞住了吗 对啊对啊对啊 我把它口尝住 把它头这边 这边 这边 那边也好 也好 也好 这样就可以了吗 还没洗还没洗 哦 哦 这样 哦 这样 完全把它堵死了是吧 把它堵死了 那这个这就是我下的了 对了 明天你 明天看它里面收获 是啊 如果明天扎得多 那这边你这应该有本事了 哈哈哈哈 我们分头在几块稻田里设置竹转 期待第二天会有所收获 而接下来才是债老真正展示 巴刹人捕鱼技能的时候 你拿手摸壳 转一转 转转 有不有 磨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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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着打波 哈哈 你看 当时 哎 扎着头了 扎着头了 抓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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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您是怎么判断的 是判断这个有气泡吗 哎 对 它已经浑水上来了 我一晃着它 扎着头 扣在里面 扎着里面 扎着头 第一次出手就有所收获 这让我们在兴奋的同时 感叹债老高超的捕鱼本领 而就在此时 债老淡定自若的第二次放下了竹筐 你这走开 到底有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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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它好像 这很大 扎着头那好了 抓到了 抓到了 又一条 哎呀 那是你这个本事很大 哈哈 我是只是摸鱼 我一见本事在您的 哈哈哈哈 我只是把它摸上来 哎 又一条 哎 见到有鱼桌 债老的两个孙子 一下子兴奋起来 叫嚷着也要下水 这样的场景 债老和拉丘 小时候也曾经历过 苗寨里很多生活的技能 就是在童年的这种游戏中 得到了传承 离开的时候 债老用杂草做了一个标记 放置于稻田里 意思是提醒其他人 这里已经放下了竹钻 第二天 我们再次前往放钻的稻田 因为下了一夜的雨 山路比之前难走了许多 不过 这对于债老和拉丘来说 早就习以为常了 他们更担心的是 稻田里的水多了 竹钻里的鱼会不会跑掉 老舅 这个水比昨天涮了吗 对 涮了很多 大概涮了 十公分了吧 可是这样啊 这一场雨下了之后 我们下的那个钻 全都看不到了 对 看不到了 昨天好像在这里 抓上一个 这个地方我下了一个 这个地方下了一个 我摸一摸啊 不知道它在哪个位置 在这里 看一下啊 哇 真的有 有吗 有 有 有 这 不是 你是一个 小鱼 看到了 看到了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六条 五 六条 那你证明你这个本数大的很大 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 第一次装那个 有的时候是空的 没有 我们跟随着债老夫子 将刺钱设置在稻田里的竹钻 一一找到 对 把捕获的小鱼 泥鳅收集在一起 分量足有两斤 巴沙男人精通捕鱼 也擅长烹饪 他们把泥鳅油炸 鲤鱼烧烤 小鱼做成蘸水 其味道都是别具风味 但是最具巴沙特色的 要属红肉和牛扁这两道菜 将猪肉切成大片 放在火上烤熟 然后切分成小块 放入巴沙特制的各种香料 最后将一袋新鲜的猪血 倒入拌匀 因烤肉被生猪血 染成鲜红的颜色 故这道菜取名红肉 品尝一下 试一下 我是很想尝一下 但是我想知道 这个我吃了会不会拉肚子 没事没事 是吧 好 那我尝一下 我们经常吃 我来一块儿吧 我叫董姨 你磨泡泡都吃 其实味道还可以 可以是吧 我感觉不到生的血的这种味道 没有腥味 可能是因为香料的关系 对吧 应该是吧 倒是肉是因为刚烤的 所以肉的烧烤的香味还在里面 味道还不错 好 那也多吃点吧 牛瘪的做法比较特殊 将牛肉 牛肝 牛肚等 爆炒到八成熟 再加入一些巴沙人喜爱的香料 这是制作巴沙特色美食 牛瘪的基础准备 最关键的食材 是把牛胃里 未消化完的食物 挤出汁液 这就是做这个叫牛瘪 这个锅里面最重要的汤料 对吧 我们这个吃法有什么叫做好处吗 有什么功效吗 吃过吃啊 一个牛他经常吃 在锅上他吃的草 已经含了不少的草油在内 对人体有好处的 哦 是啊 它的蛋白质是相当高 哦 是这样 嗯 对 从巴沙人吃牛瘪这道菜 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当中 逐渐摸索出的生存智慧 而是这种带着生血的红肉 我想可能这就是传说当中 如毛隐屑的猎手豪情吧 苗族有自己的语言 但是没有相应的文字 巴沙人掌握的所有的生存技能 全部依靠面授口述 才能够得以世代相传 这就是传奇的巴沙苗寨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走远中国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